102年全大運游泳第二天賽程 天候仍然不穩定 但選手們依然表現精彩 下午文化大學 陳婷在公開女技組50公尺仰視 游出30秒75的成績破大會紀錄 但自我要求高的她 覺得成績還未達標準 沒有像之前高中那樣 那麼勤奮的訓練 對 所以這次比賽成績 還是沒有很好這樣 還要再繼續加油啦 對啊 其實還滿開心說 還可以破大會這樣 還是有啦 只是就是比較少去 因為課業問題 所以就沒有時間 陳婷希望自己能恢復 昔日的好狀態 所以利用重訓來提升比賽表現 我會去做重量 對啊 然後做一些爆發力 或者是肌耐力訓練這樣 對啊 然後游泳的話就是 頻率還沒有到 還滿 跟以前一樣好 所以現在還做頻率的訓練這樣 就是手滑的速度這樣 我覺得比以前慢很多 就是慢慢自己 把感覺抓回來這樣 就讀台北體院的國手陳怡娟 在公開女子組100公尺挖室比賽中 一開始的跳水就取得領先優勢 最後以1分12秒07 繼續纏聯挖後寶座 而台灣師大的謝志玲 在公開女子組200公尺自由室 游出2分08秒74 也同樣拿下2連霸 而公開男子組台灣大學圓屏 圓屏27秒11 在50公尺仰視決賽勝出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圓屏 只和第二名正熟科大的林氏捷 相差0.01秒 兩天的賽程結束 希望選手們的戰力 和場片觀眾的熱情能持續燃燒 記者蔡宜靜週一華彭宇 曾張用林 宜蘭報導